虾的哪些部位不能吃? 哇,这些大虾看起来好好吃啊。 不仅美味,吃虾的好处还有很多哦。 第一,吃虾可以补充营养,提高免疫力。 第二,可以预防高血压。 第三,吃虾有通乳的功效。 第四,可以调节神经系统。 第五,吃虾可延缓衰老。 第六,还可以防癌。 吃虾还是很讲究的。 你知道虾的哪些部位不能吃吗?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虾的结构。 外壳部分分别是 额角、眼饼、触角、触角边、嘴、触足、部足、腹部、尾结、尾肢、腹足。 内脏器官分别是 肝胰腺、胃、心脏、卵巢、肠、肛门、腮。 虾的外壳虽然含钙量很高,但口感差,不建议食用。 虾的内脏器官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和垃圾毒素,不可食用。 虾黄虽美味,但也有一定风险,不建议食用。 对于虾线的去除,其实很简单。 对虾去除虾线,我们只需要用一根牙签插入腹部第三节。 慢慢向上就可以把整条虾线调出来。 小龙虾去除虾线,一只手抓住小龙虾腹部,另一只手扯住小龙虾尾部中间那片尾翼,缓慢地就可以将虾线扯出来了。 那么,一只虾去掉虾头和虾足,包去虾皮,去除虾线。 就剩下了Q弹,美味的虾肉了。 鲜嫩的虾肉,配上专门调制的蘸酱,一口一个真的是太美味了。 更多的知识点,已经在笔记里整理好了。 赶紧收藏哦。